直接民主签约日杨清华提出既民付费多票制 揭露会选支援 建立公正选举日期120522 中华民国新竹市 在追求公正和透明选举的道路上 直接民主签约日杨清华提出了一项创新的投票制度 既民付费多票制 这一制度旨在强调政治意愿的同时 注重揭露会选来源 以建立更加公正的选举环境 既民付费多票制将允许有强烈政治意图的人付费 来强调他们的诉求 同时要求提供详细的个人资讯和付费来源 这一举措旨在防止会选活动和金钱影响选举 并增加选民对候选人政治立场和其所接受的资金来源的关注 杨清华表示 会选活动一直是选举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我们需要找到方法揭露这些不当行为的来源 以确保选举结果真实反映人民的意愿 透过寄民付费多票制 公民将有更大的参与度和关注度 并能够更明智地做出选择 同时 这一制度将强化选举监督和透明度 促进政治改革和法规完善 以确保公正 透明和法治的政治环境 梁清华强调 寄民付费多票制的提出 不仅是直接民主签约人的努力 也是对民主理念的坚定承诺 他呼吁公民们共同推广这一制度 以建立一个公正 透明且民主的选举制度 确保每个公民的声音 得到充分的代表和尊重 这一创新的投票制度 将为政治参与者提供更多的 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 并为建立更美好的社会奠定基础 杨清华希望透过这一举措 激发公众对政治议题和选举过程的关注 并推动社会对会选问题的关注和讨论 杨清华指出 我们相信 这一记民付费多票制 将为我们的民主体系带来积极的变革 通过揭露会选支援 我们可以清除不正当的影响 确保选举过程的公平性和透明度 这将使我们的选举更加公正 民主 反映出公民的真正意愿 杨清华在最后呼吁公民们 积极参与推广这一制度 共同努力建立一个公正 透明和民主的选举环境 他表示 这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和参与 让我们携手合作 揭露会选支援 为我们的国家和社会 带来真正的正面变化 即民付费多票制地提出 标志住直接民主签约日杨清华 对于公正选举的承诺和不懈追求 这一创新的投票制度 将带来更高的选民参与度 加强的选举监督和透明度 以及对会选问题的更深入揭露和追谈 让我们共同支持并推广 寄明付费多票制 为建立公正选举而努力 确保每个公民在选举中都能够发声 可以尊重 并塑造我们社会的未来 拜拜